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也不对未来感到茫然 他说他的人生新目标就是要跟慈激人一样 穿上蓝天白云的志工服 医疗站里这位绑着马尾的小志工 名叫谭月慧 来到九岭村慈激服务站已经一个多月了 来到这边我最大的收获就是学会了要去爱别人 和别人分享自己的快乐 帮助别人之后自己也会感到非常的幸福和开心 帮助别人很开心 谭月慧说一场地震学校倒了 家园也没了 对于自己的未来一度很茫然 是慈激让从来没有当过志工的他 找到站起来的力量也确定了人生目标 我还是想学斯姑斯伯他们一样穿上蓝天白云的衣服 去帮助别人去当一个有爱心的志工 立志成为慈激志工 谭月慧的第一步学会手心向下 也学会了慈激的共通语言 在慈激这边我学到了 斯姑斯伯他们带来的慈激面霜就是微笑 擦上慈激面霜 谭月慧要用甜美的笑容把爱传出去 慈激正在团消失听李月伟四川报导 愿意擦上慈激面霜 同时要打开心门的还有这位原本非常伤心的妈妈 这位妈妈呢她的名字她叫做肖张燕 她跟许许多多在地震当中失去自己疼爱子女的父母亲 是一样的到现在无法走出伤痛 她就这么一个独子在地震当中 她完全没有办法有她的下落 直到后来才找到了她的尸体埋了起来 从此之后呢这位妈妈以泪洗面 那么志工在九岭村的时候就看到了她 当时她呢泪水没有一天停止过 但是经过了慈激志工跟她不断的聊 不断的呢跟她分享她跟孩子之间的互动之后 她现在逐渐的打开了心门 不但不再哭 而且愿意笑了 更愿意加入志工的行列 也把这样的爱传出去 志工在家访途中遇到一位愁容满面的妇人 什么又没有 彩电 冰箱 家电全部都打烂了 全部都 一样都没有 她国小六年级的儿子在地震中罹难 她非常自责 志工邀请她到慈激的服务点 一路上不断护慰 今天如果你的小孩看到你这么难过 她会很难过 如果你真的希望她很快乐的话 你要快乐她才会快乐啊 母子怜心啊 来到服务点志工帮她装了一个热便当 这个便当她是搬着泪水吃下去的 这座学校是很安全的 为什么我的孩子会死到学校里面 这些地震太严重了 你要这么想这是天灾 多少的学校都好 一月没花 同样失去儿子的大神跑过来看回她 希望她能够走出伤痛 在慈激人的关怀下 小志工现在也懂得关怀别人 大家唱歌给她听 每个人都给她一个拥抱 和她一生妈妈 阿姨说她已经好久没有听儿子或是女儿叫她妈妈了 谁愿意来拥抱 妈妈 妈妈我愿意 妈妈我们都是你的孩子 志工也陪她回到地震当中到她的学校现场 希望她释放压抑的情绪 祝福妈妈呢 永远不要再哭泣了 赶快站起来 好 来妈妈来 离开学校志工有陪她到儿子的坟墓 她儿子的坟墓在玉米田当中 你不用担心妈妈 因为妈妈又怎么都过过姐姐 在妈妈身边 妈妈一定会快乐 人家也要快乐 我们是来自台湾的佛教慈聚功德会 希望你能够快去快回 跟妈妈 能够再慈聚再相会 回到服务点 小志工教她手语人间有爱 这个时候她终于露出了笑容 回家的路上 小志工一路上牵着她的手 希望当她的儿子还有女儿 回到到她的家 她终于说出了这一整天的感受 遇到你们这些好人 帮我解开了一些心结 让我心里真的好舒服好舒服 我觉得这一天我永远也不会忘记的 我现在一定要振作起来 重建我的家园 隔天她就到服务点当志工 帮助自己的乡亲 她说要走出悲伤 让天上的儿子也能够快快乐乐 大爱新闻黄世龙四山采访报道